我是谷歌的Michael Young 那我主要背在香港是和大中华区最顶尖的开发者一直合作 来做来整合不同谷歌的不同API 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技术 以及不同的设计的最新的语言 Material Design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Material Design 这两年来的历程 还有一些我们的想法 还有一些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工具 对于Material Design这方面 那开始了 好 那首先我想先过一下Material Design一些原则 那请问在座如果你有已经在用Material Design 可以举手吗 好 行 那其实有将近一半的人士的同学都有听过Material Design 另外一半可能还没有怎么接触 那我就很快地过一下Material Design 有几个大的原则 那我就很快过一下吧 因为Material Design这已经讲了两年了 我不想耽误大家它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那个基本的那个理念 是要make sure大家都有同一个想法 对这方面 Material Design主要有三个大的原则 其实有四个 那我先讲头到三个 最后再讲第四个 这样子 站这边吧 这样挡住 那其实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Tangible Surface Tangible Surface 就是说Material Design是由一个个表面去形成 那我们先讲这个吧 Tangible Surface 那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你看一个APP的时候 它是有一层层的表面 是直观而自然的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看这个APP 这个假设一个APP 它是有四层 有些有比较高的 就是这个比较高的高度 那个比较低 那个高度比较低 那比较高的高度呢 它投射影子那里比较深 对吗 你可以从光线投下过去 它投射影子比较深 所以在这个APP的这个架扣上面呢 它的重要性也比较清楚了 它排在比较前面 所以我们在想一个APP的时候呢 在Material Design的世界里面 它是有层次的 而是从这些表面而出成 其他的框架 可能就没有这个理念了 就没有这个层次的理念 就是全部是flat 就是平的 Material Design就有这个理念在 OK 这是第一点 因为它是有架构的 所以呢 这个维度 也给它有一定的交互度 那怎么说 我才用这个例子 这个APP 发出来 如果你从Z direction 就这样看它 从表面看它 它是有不同层次的 这两个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头色影子也比较深 这个黄色的牛呢 它明显的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这里影子也比较多 对吗 它的颜色也是比较强烈 所以它的重要性也比较高了 可能你最重要的动作 就放在这个Button上面 其他的这些表面呢 就是比较低层的 它就放比如说Content 或怎样 就不同层次的这个架构的存在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它是有层次的 这其中一大点 所以你可以想象 APP是由一张张的纸去造成 一张张的paper去形成的 那有纸当然也有墨 对吗 第二点就是我们想说 大胆有想法的设计 那其实这个简单来说 就有两个小的component去组成 怎么说 第一呢就是那个Typography 字标的尺寸 重要的内容就要放大的尺寸 比较不重要的可以放小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些 什么新的展新的理念 对吗 这个已经在杂志报纸上 用了很久了 都是同样有一个scale 那么在Material Design会建议说 如果你的字体是 比如说这个Title 这个Display 大的Display 比如Display 3你可以用56SP 更大的可以用110SP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suggest 建议的一些想法 你可以选择使用 可以选择不使用 但是最重要是有一定的 字标和尺寸的存在 来使那个重要性出来 从文字的大小方面 那墨方面有字的大小 当然有颜色 那在Material Design世界里面呢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点 我觉得就是 是用强烈的颜色去做对比 那以前你做Android AP的时候呢 Holo的Design是黑白的嘛 什么Dark Action Bar Light Action Bar with Dark Theme 或怎样都要就有不同的 Dark或Light就比较强烈 在Material Design世界里面呢 有一个颜色对比 强烈颜色对比很重要 怎么说 假如说这个APP 它的主题色是粉红色 所以我们建议说 你用一个Accent Pink 或Primary Color也是 Pink 的一个Theme 去把必要的部分 假如是这些位置 都变成它的主题色了 所以用强烈颜色 变成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当然很多里面内容也是图片 那我们也会建议说 既然有这么多漂亮的图片 为什么不把它 bleed in 就把它图片放得越大 中间的那个隙缝 做得越小 让你整个设备的屏幕 都是由你的内容去覆盖的 我们就在这个想法建议 那图标 很多这些 我们常见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分享 打电话 send 发送什么的 都是常常用的动作 那我们MaterialZenner就提供了 900多个图标 不是一个个 是一种 它有四个MDP XDP 也有iOS的1X 1.5X 2X的大小 可以让你们去使用 那我们的理念是说 既然有这些图标 是用户已经是习惯的 为什么不提供给你们 你们可以使用 让用户从APP 转去APP的时候呢 是有同样的连贯性的存在 所以这两个大部分 有纸有末 当然有纸有末 它们就会有交互 那第三方就是 赋予意 有意义的动态 或有意义的动画 那这动画呢 其实有一点最重要 是有意义的 就是从用户发起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demo 很简单吧 计算器 我点它 当我点clear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蓝色的波浪 从我点的地方 把它冲走了 从我点的地方 所以是有意义的 而我点它 这些点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连移的出现 那连移就是 APP跟用户说 我点它 它有反应 所以这个交互 使用户更加的觉得 APP是有更加快的反应 所以很重要 那这些动画呢 共享这个大舞台的一个部分 那怎么说 其实我想 这是一个例子吧 一个音乐播放器的一个APP 我点它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缓缓的跳出来 然后就扩展成一个最终的页面 那这些动画要做 其实不是 不是非常的 一行两行XMAR可以做到 但是用户 做出来体验就很棒了 对吗 我点它的时候 出来的那个体验 就是从我点的那个图片 变成一个更大的图片 再跳其他的控制框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想法 你可以想象 这是我一个桌面 当我点它的时候呢 就有一张纸在旁边滑进来 我拉走的时候呢 那张纸就跑 离开我的视线 但是在这张桌子上面 所以那个连贯性是存在的 而它跳出来 而不是从上面跳上去 是从同一边出来 所以那个连贯性是 让用户觉得 它整个页面的体验 是比较良好 对所以 我觉得它有三个 那其实还有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我稍后再会提一下 那个就是在不同设备上 大小的尺寸 也有同样的 让用户有同样的感觉 都是你的APP的感觉 比如说我是 不好意思 对比如说我这是 你的APP吧 有大屏幕 有小屏幕 用户看了它还是知道 它还是知道是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APP的设计 但是它是基于不同的大小呢 就符合了它的大小的那个运作 比如说在手机小的设备上 它只有一个detail view 但是在平板或电脑呢 就有master detail 两排排出来了 所以那个感觉比较良好 同样的 这也包含了横屏和竖屏 同样的意思 根据用户的体验 而做adjustment 我们叫responsive design 那刚才说的全部是旧新闻吧 就是一些 Material design 讲了两天 就是讲这些东西 那我现在想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两天 学到一些东西吧 跟很多的partner的APP 去合作 有一些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app 很多partner会想说 Material design 就等于这个圆形的button 我们叫flow to action button 就是什么地方都要用 那其实这也不是很准确 我们看到 不好意思 我们看到 比如说 这是美国纽约时报 他就看 他在播放新闻的嘛 他就看不出 有什么地方 要使用flow action button 他也没有说 有最好的动作 就这点去看新闻 他就不放了 所以 我觉得这最重要的点 就是material design 是一个框架 但本身里面的组件 比如说flow action button 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那个精神的存在 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意义的动画 有强烈的颜色对比 有一个个的表面 去实现的框架 还有Material design 我们那时候就介绍了card view 一张张的卡片 它有一定的深度 然后里面有一些 有架构的内容 但是我们看到就很多app 它也是使用card 对于一个格式去弄了 但是我们之后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就普通 一个简单的grid 简单的list 都已经输够了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架构可言 它只是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个例子 所以也不需要让用户 特地去知道 它有一定的大和小的分配 所以变成它这样使用grid 其实也是OK的 不需要什么使用 都要用这种卡片 所以是可以去想多一点 这方面 我们在Material design 那时候说强烈对比 所以我们就介绍了two bar 以前只是一个 普通action bar 一个小小的bar在上面 所以我们说 其实你如果可以把整个bar 变成一个很强烈的 分享一些内容 或者很强烈颜色的对比 那其实用户体验是很棒 那么看这用户反馈 也是很良 很好 所以我们就会继续去推荐吧 在two bar上面 比如这里 这个整个是一个two bar 这个呢 它这个整个是一个two bar 它还有一个 它的profile picture 还有一些内容 所以可以更加大胆去尝试 用two bar去显示你们的内容 等一下我在coding下面 也做一点小小的介绍 怎样去做这种效果出来 这种效果出来 这是一个 这个action bar 拉出来变成一个整个大的two bar 我们这叫collapsing two bar layout 但是这个字体是有连贯性嘛 所以看起来感觉就很好 这在我们design support library 也有支持 那fluent action button呢 我们很常通常都在右下角 右下角 也没有其他地方会开发者会放的 那我们就说其实不一定要放右下角啊 它主要fluent action button 很想传代意思就是它是最重要的动作 那最重要的动作可以放上面 可以放右边 总是放你觉得是make sense的一个地方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的开发者做到最后 在想啊 所以我现在想要加动画了 但是太辛苦 因为代码全部写完了 那其实是因为 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动画的连贯性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吧 就是要做动画的话呢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设计师已经要想 哪些地方又有哪些动画 这样开发者才可能可以比较去 比较好去把这东西连起来在xml里面 那之后要改就比较痛苦 刚才这里说了 就是在不同设备上 要支持不同的水平啊 横屏啊 竖屏啊 大小的屏幕啊 那 对 那么就在那开始呢 就是我们一个理念嘛 就是从不同的表面啊 它可以移植啊 它可以combine啊 也可以分享什么 到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APP在使用了 那我们现在今天 Google Play上 有一百万 超过一百万个APP 是在使用material design的设计 或者design support library 有去做这个整合 那这里看到一些是比较有名的 在美国啦 比较有名的APP 那其实我们在中国也有啊 Mali Express 还有一个例子 他们已经整合了 很多material design的一些元素 他们没有flowing action button 但他们也有很多元素 他们有一些简单的动画 那我们就是在这些理念上面 一直去研发 也去大家去努力的话呢 其实可以做到这些 感觉看起来 你的user rating 会提高的一些APP 那 如果你们大家之后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去下这个连接 G.co material showcase 去看一下我们有一些showcase的APP 可以去参考 他们海外最 海外和国内最顶尖的一些设计 是做什么样子 好 行 那我们讲到这里呢 可能你们就想说 对 可是在 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iOS的用户啊 那他们对我们谷歌对Design的看法是怎样呢 其实就很简单 说白了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用户在哪一个框架上面 他就有他 那框架就有他的特性 那我们material design也是想说 在不同框架 不同平台的特性上呢 应该符合他那个平台的特性 怎么说 假如grid 一个格子的话呢 在material design上是有shadow 有表面高低的问题 在iOS有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理念 所以是你们可能在做 自己的要注意一点嘛 就是不同的平台 他有一定的想法 不好意思 再比如说这些文字之间的 空隙上面就有他一定的想法 另外就是左抽屉 在Android上面呢 抽屉它上面就是半透明的 这个Satisbar这部分 iOS它是全不透明的 然后在图标上 share的图标是三点两横 在iOS就是一个框框有上箭头 然后这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也不会建议说 你们把全部的一套都 Android的一套都搬到iOS那一套上去 但是有很多点是可以去互相运用 因为这是搜索搜索栏 搜索栏在iOS上是有一个动作 比如说cancel或怎样 然后当然在Android上 Material Design是有那个影子的推动 对影子的 我们也会建议有些影子的做法 iOS有没有这个想法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checkbox 它在两个平台就不一样 只要你有用它平台的 default 比如在Android 这个checkbox widget 因为它有自己的 它就会出来 它直接在那个平台的 默认的格式 那就OK了 那这是对话框 或者是全线对话的那个dialog 都是我们会建议 就是用同样的 用系统的去做这个呈现 做这个渲染 所以其实 这出自方面 其实很多material 在这些概念 就是用户点击 它有反馈 有用强烈的颜色对比 这些 在这里都没有显示出来 那是因为那是跨平台的 那真正的是 在不同平台上 用户也是感受到 是喜爱的 数据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用户是对这方面 是有一定的 它好就可以继续去参考 那讲到这里呢 我觉得可以进入一些 谷歌在 MarchiveZen做这么 做两年的 我们也越来越多资源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让在座的设计师 开发者都可以去参考 它会使用 逐一去介绍吧 其有四大点 一个就是我们的规范 一些工具 框架下的改动 还有一些 你们可以去下载的资源 我逐一去介绍 先从规范来说吧 它其实规范呢 就只有一个连接 就从这里就什么都有了 之前这个连接是 google.com slash design 现在我们把它搬家了 搬到这个 material.io 这个 其实也是想 强调一个 我们这个跨平台里面吧 在这里呢 就有一些 很多的资源 假如说是 design guidelines 或者有些工具 等一下我所说 全部的工具都会在这里 可以参考 或者是有一些 icon图标 它都在这个页面上 会介绍 或者有连接 带练到 它这些 其他工具 或资源去 所以我会建议去 参考一下这个连接 material.io 挺有意思 我们现在我们 谷歌在主力推一些 我们叫motion guidelines 就是动画的一些原则 今天我不会多说 但是我们在 今天google.io 所以有一些 有好几个talk 是讲这部分的 关于怎么样 是维持一个 有效的动画 那可以去参考一下 他们也从 在这个连接上 有连到 框架呢 那框架有 Android 也有web的 主题介绍 当然在Android上 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 support library design support library 这是在去年 IO的时候 介绍 之后也有 进去的更新 那首先 我先别多说 就是如果大家还 刚才有些 别人没有举手 说没有听过 Material Design 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想试 玩一下Material Design 我们有这个 coLab G.co coLab MD style 是我们内部的一些 工程师和设计师 组起来的 就很简单的一个 APP 但是可以让你 从什么都没有 放一些taps 放一个抽屉 放一个card view 放一些action 放一个full action button 都逐一介绍 所以可以去参考一下 听我意思 那今天呢 我们最新的 design support library 是25 只要加入这个 dependency 就已经可以使用到 这个support library了 那design support 我逐一会讲一下 这些 component 但这些不是 只有这个component 还有其他 之后我们还有一些新的 假如说我们现在在讲 bottom sheets bottom tabs bottom navigation bars 现在design support library 没有支持 但是日后不久将来 我们也有想法 在这方面多加于支持 先讲吧 float action button 有那个圆形的partner 就是这个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 一个页面上 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或者最重要的一组 有关联的动作 比如说在这方面 这是买东西的一个APP 你可以说找个item 或者create一个port 或者怎样 就是有关联的一些东西 或者这里是加一些item 加一些邮件 或什么样的 这个IP最重要的动作 其实在design support library 其实很简单 就放了这个float action button 的widget在你的xml里面 然后 对 忘记 忘记说 这里就放个drawable 就是你们的那个图标 那这图标呢 你就恰恰可以去 我们的刚才图标的库 那些icons 900多块的icon 就下载一个 就可以尝试使用 然后可以加一些background 比如蓝色 加一些你想要的赛效 mini或者要default 就是大的 自己去选择 然后就直接出现 就那个效果 就很简单 就一行code 那导航呢 导航我想先 有几样东西想说 就是 当我们在想material 导航呢 其实有好几种 有taps 有drawer 就是抽屉 有bottom nav 或者有些combination combination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大家都 可能不会这么confuse 但是通常会答一些问题 说为什么 我们要用taps 还是要用抽屉 还用bottom呢 其实答案就是 看你的 看你想做到什么效果 对吗 因为 如果抽屉 有一个 有好有坏 好的地方就是 它是隐藏起来 所以它不占位置 坏的地方 是它隐藏起来 所以要点进去 对吗 所以通常你放在抽屉呢 点击率就下降 里面的那些菜单 就下降了 但是你放在taps 或者放在bottom nav 你就占掉了位置 但是 你用户就可以 比较简单地看到它 所以点击就比较高 所以就看你的 导航的 理念 对于这个avp是怎样 然后有些 盘友问我说 那我应该用bottom 还是用top 那也是看你的 想法 bottom navigation 通常是用来 用来做一些 最high level 比如说discover 或者me 或者跳去完全 另外一个地方 而top tabs 是一些有相关的 一些内容 所以做法也不一样 那在support library 现在已经支持taps 跟抽屉 taps跟drawer taps料就是这些 那其实的做法 就是和你们之前 在没有design support library的时候 做的一模一样 很相似 不一模一样 很相似 就是先做个view page adapter 做完view page adapter之后 放在tablab里面 就是set text 就是tap1 tap2 tap3 set那些text出来 那就已经好了 随针 对这里 他没有说set text tap1 然后你可以做个ifl statement 就加 做个loop 就把全部tap加进去 这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tap 那当然这有个必处就是 你tap你不能放太多 要不然就位置被占掉了 所以这就要最多 就是三到五个 就是差不多是maximum 那抽屉呢 拉出来就有一个 这样一个框框 有一个菜单 那菜单这边有个header 所以从我们现在 design layout support library呢 拉出来呢 就可以分两部分 header有他自己的xml 这里菜单有他自己的xml 就分两边 OK 先去实现 先加个draw layout draw layout就是左边那个抽屉嘛 然后你这个加个navigation view navigation view里面呢 你可以加一个header layout 就是刚才我说的 上面蓝色那个地方 可以加你相关的draw layout 再下面呢 菜单可以加个menu 就是menu drawer 那这menu drawer呢 有些什么东西呢 对 这什么东西呢 就有 你的menu啊 就你的menu里面呢 就是比如说 item 1 item 2 一做完之后 出来的效果 就正正好是 这个有1 2 3 就出来了 你还可以加一些图标 什么的 就你自己去控制 然后我们有这么多个 item嘛 那怎么去做协调的工作 假如说这里有个snack bar 点出来就有一个 snack bar点出来就有个fab 但是他会 他要知道 当他跳下之后 他要提升啊 才不会挡到他 对吗 所以他这两个是要做协调的 这个button还有这个snack bar 那怎么做协调呢 我们就 先做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里吧 我这里有一个status bar 有个app bar 但是在我拉上去的时候呢 我要把app bar隐藏起来 这也是要做协调 对吗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先 关键就加这coordinate layout 加进去之后呢 你就把你的app bar layout放进去 也把你的tool bar 不 这个tool bar放在里面 再放你的list recycler view 这个就是你的那些content 这是你的app bar在上面 然后你就放一些特定的scroll flag 比如说你就说scroll enter always 就是说当我scroll的时候 你就要进来的 你就要出现的 另外你在recycler view里面呢 就是说当你的app bar scrolling呢 你就要加这个app bar scrolling view behavior 这些其实都在我们文档上有写 说这些这个string 或者其他一些string 有什么不同的协调的动作 可以去参考 这个这次做出来 就刚才你看到那个感觉 当我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它紧张起来 拉下来之后再会出现 这是另外一个做法 有status bar 有add bar也有tap 现在我拉上去呢 我就有这个tap就不见了 只剩下tap 同样是有协调的工作嘛 那这个我就不 刚才我不是想带嘛 那是这个 另外刚才看到那个感觉嘛 一个大的tool bar 其实有status bar 一个很大的tool bar 这tool bar可以collapse 有大小 下面这里就有一些content内容 这也是要做协调 同样是用到 用到刚才的corner layout 在包在外面 是corner layout 里面呢 就刚才 刚才是一个app bar layout嘛 刚才那里 里面呢就不仅仅是个tool bar 现在要加一个collapsing tool bar layout 就是当它改动的时候 它正在大小的时候呢 你又加这个料进去 那这个例子呢 就也是在我们 你看到那个 你看到的那个collab 刚才我所显示的那个链接 里面的那个例子 也在那里呈现 所以其实可以做一些参考 那感觉说做出来是蛮漂亮的 就加适当的scroll flag 但是content screen要加color primary 那出来才会是 才会是显示蓝色的那个color primary颜色 对 然后就加适当的tool bar的cosmall这样 那我讲这么多 全部都是design library的一些新的东西嘛 就是android那部分 那web这边我们 material现在是跨平台啦 所以web这边也是有一定的资源可以去支持 它只有三大资源 一个是polymer 我们web的组件的一个框架 我们有些element可以让你去使用 angular我们有些material可以去参考 material design light是我本身 我觉得最兴奋的 因为它是很简单 可以去实现 那先讲polymer吧 polymer是我们的一个组件的框架 有很多不同的element 比如说有一些goldelement呢 就是用来做e-commerce的一些element 或者platinum的element呢 一些比较更深层次的做service worker的一些element 就是在polymer可以使用 那有些material design的element呢 在polymer这世界里面 就有一些叫paper element 可以直接使用 比如说 这有例子吗 对 有例子 这是一个简单的web的一个paper component 有黄色的一些内容 然后两个钮 share跟explore 其实就只是在你paper element 就是paper card 你给它一个heading 给它黄色这个图的图现 然后加一些content或怎样 最终 你就加一个paper button 就出来这个样子 paper button也加这个样子 这东西叫paper card 所以你只要在你的HTML里面 加入这一个组件 再加那个适当的polymer 的javascript呢 那感觉又出来了 所以就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对 忘记讲 现在polymer有30几个component 我这里一直在增加 因为我们一直在加其他一些 第三半开发者一直在加其他的组件 进去polymer的这个库里面 所以现在可能不止30多个 因为还比较多 那angular material很快讲一讲吧 angular呢 我们有一些material design的库 可以去看一下吧 不多说 去看那个链接angular material 最终就是material design light 就是很多开发者吧 可能他只想要一个网页 他也不想要有backend 他也不想要有business logic 什么都不想 他只想简单HTML CSS就做他的感觉出来 那我们就提供了 这个material design light的library 其实呢就很简单 只要是先下载 那个CSS的javascript 它是7K 蛮小的一个library 下载了 OK 然后呢 关键是这里 这个style sheet呢 你可以想说 你要是哪一种 哪两个颜色 一个主色 一个强调色 比如说 在这方面 我想要indigo 是我的 就是两个紫色的一个颜色 加一个粉红色的颜色 是我的accent color 就加这两个呢 它直接出来 就是那个感觉的 那你可以在 material design light的library里面 假如说我这里 我要点黄色 是我的primary 然后只是secondary 它直接就给你一个preview 你也可以直接去下载了 这个 这个CSS 或者你换其他颜色 你可以直接下载 这就变成green red 比如说 它就会直接帮你去调 去使用这个library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 一个简单的website 是使用material design的元素呢 这个很好的工具 可以去参考 对 所以之后就下载 比如说 有些button啊 fab啊 就因为你下载 这些是javascript 就可以直接调用它了 button class是什么 race ripple accent什么什么的 button 那最后就加两个字出来了 或者color button 就button class 等于是fab 然后加这个东西 就已经好了 OK 所以这我觉得 我觉得是蛮powerful 也蛮简单的一个library 那我们不只是有一些component 不是叫组件 也有一些template 可以让你去参考 比如说我这里点这个template 我preview 看你们想说 我的这样子叫这样子的吗 有一些 上面是一个action bar 下面是这个蛮漂亮的一个style 你很喜欢的 你可以直接下去 就把这个整个sword下载 就viewsword或downloadsword 直接把它下载 直接可以套用在你的webapp上面 当然这些material design lab 不是让你来做一个很复杂的 有backend server的一个app 这不是它的原源而已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theming color theming 放个template上去 是OK的 那有些很简单的工具吧 你说一下 第一就是我们的font 现在 有 最新的一些revision 有更改 加强 多的一些font 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 如果现在 你已经还没有 你在想要用些font呢 可以建议去参考一下 material font 去想 我们增加了很多不同的font 主要是robot为主 在设备上 这个可能如果是做android steering 可能就比较熟了 只可以有这个device metric 设备的参数可以让你去看 到底这个设备 是Nexus 5 假如它是多少寸 多少个DP 它可以让你 有个框框出来 给你去做android的开发 Material icon一定要再强调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的一个设备库 有一个库 有很多的icon 你不用自己去写 所以它我们就免费给你了 可以去参考去下载 有白的 有黑的 有灰的 有HDP MADP LDP XHDP XXHDP 还有XXHDP 五种 所以可以去参考去使用 要不同颜色 resize是比较新的一个工具 假如说你是一个website 你要把那个链接 放在这里 它可以让你看到 在不同的设备上的样子是怎么样 你还可以在这里 说我想把它调到400pixel 600pixel 1200pixel 那根据 如果你的website 是有做responsive design的话 它直接跟你说 你的是怎样的 所以你不用自己去找设备 去做测试 在这里就可以做到 是resize 挺有意思的一个工具 可以去参考一下 最后下载的部分 其实最重要就是 Nodal Font 那时候有一些开发者的朋友 他问我说 你们Google会建议 是用哪一种font 你们觉得中文 或者日文 或者韩文 在设备上会比较漂亮 其实就真正的是 我们会介绍Nodal 其实是Roboto的兄弟 Roboto是我们英文的 那个建议的那个font 在中文就是Nodal 在Google的App上面 全都是用Nodal的font 如果是中文的话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吧 这是我自己截了一些屏 这是Gmail Google Now 还有一些calendar的font 就是Nodal的font来做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Nodal 才叫material design 那肯定不是 font我们只是一个建议 如果你没有一些想法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但如果你觉得这个font 是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App的brand呢 那欢迎你用什么font都可以 那最终我就 这里我的print就完毕了 那想先谢谢大家 我觉得material design 都走了两年的时间了吧 我觉得日后还要 首先是用户 是有一定的喜爱 所以这是最重要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开发者 之前反馈 是说工具不够优善 现在我们一直把它改良 又把工具去加强 那我们希望就是在这次 你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一直在加强 我们的这个工具库 对那先谢谢大家吧 接下来我觉得是 material design的远程 还要更加一起去努力 谢谢 我们有时间问问题吗 有 有问题吗 有时间可以问问题 我不是很 是这样的 这个我开发不是很厉害 但是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在UI设计上面 当那个toolbar上面 那个图片 设计到UGC的时候 那个图片可能会有很多种 奇怪的颜色的组合 那有一些UI的元素 在上面可能会在图片上看不见 我想在空间层面上 它能不能自动地 帮我搞定这个问题 行 那其实 假如说你的图片是白色 那你的字也是白色 或者你的字是灰色 那怎样呢 那其实自动是没有了 没有这个方法 但是其实 虽然是没有自动方法 但是我们有一些guideline 有些best practice 看到是通常都ok的 就是我们叫 background protection 就是你在你的 你在你的文字上面 都放一个 alpha 0.5 0.6 0.7 的一个image view 我们把字放在上面 通常呢 用户是不会感觉到 它是怪的 因为你都会有文字在上面 但是看起来 效果就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 通常我跟一些APP 在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 它不是文字的方法 而是 比如它的action bar 最上面那个bar 它的箭头啊 它什么全部都是白色 那图片就是灰色 所以看起来很糟 对 所以我们就会放个background 另外一个方法呢 有时候如果你的图片 整个是白色 然后你上面的 如果你的图片是黑色的话 你上面的 status bar 也是黑色的嘛 那些Wi-Fi啊什么的 Support Library呢 有方法可以做到 我忘了 好像是 Theme.inverse或怎样 你可以就把那个 status bar的那个颜色 全部反过来 就变成白色 Google Now 就是很好的意思 如果你现在有Google Now 的话你把它打出来 你看到它上面是黑色的 不是白色的 那个view 这是要改的 就是做那个方法 对 不好意思 那我先问 不好意思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 咱们作为设计师 那经常呢 可能设计完这个设计稿之后 要跟同事进行协作沟通嘛 那我知道国内有比较优秀的 比如像蓝湖 比如说蓝湖app.com 这种设计协作的工具 在国外有没有 比如好一点的 就是跟产品经理沟通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问题是 就是类似 我不知道你有用 Google有没有自己用过 什么比较好的 比如说设计图 设计完之后 是跟产品经理 跟工程师协作 让工程师能够看到这个设计图 大家一起交流的两个工具 国内我知道是有蓝湖app这种 这种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 有做一些设计 但我自己不是专业设计师 所以我觉得不好 我不不好说这点 但是我知道比如说Google呢 我知道我们很多设计师 不是Google设计师 我就是盘儿设计师 他们会用Adobe Illustrator AI 那用Adobe Illustrator呢 我们在Google的 刚才我没有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出来 有一些template你可以下载 是AI的template 下载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打出来 它就直接帮你算好 那些位置是多少DP 就你换这个圈 是要换成四个DP 八个DP 它已经帮你拦出来 全部都放好了 一个template 所以那个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不说是不是建议 但是可以去参考一下 至少我们是有提供一些template 给Adobe Illustrator 如果是设计师 有用的话 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在刚才说Material.io 你点进去Design 那个页面里面就有了 OK OK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Material.io 在我看来它更强调的是 整个APP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想要展示的内容 但是可是我想让这个机器会说话 我想让这个人机的交互 更灵性一些 我是通过让这个静态的动画 让它动起来 还是说通过我本身的颜色 搭配上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让这些内容更具 就是更能让用户 就是感受到我用户 我内容所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如果是我会建议哪一种吗 对 第一种是用 让静态动画动起来 静态动起来 对 OK 然后呢 然后或者是说 我更改一些它的配色方案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MetriorZen它 它没有说一定要 用哪一种会比较优 其实就是 其实说白了 MetriorZen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提供这个框架出来 我们觉得是框架是OK的 就看用户的反馈怎样 看开发展反馈怎样 看设计师反馈怎样 当然如果是说 这个AVP是没有动画 没有灵性的那些 强烈的对比颜色或怎样 那这不可以算是 MetriorZen app 但是当它达到这些要求的时候 其实之后它的交互 你觉得它的交互比较灵活 或者它的颜色对比较强烈 来做那个 都是up to 你做一位设计师 你可以去选择 就很多柔性的站 我觉得MetriorZen 不应该 是成为一个手铐 你懂得意思吗 就是不是说 你要做MetriorZen 做到这个东西 才叫MetriorZen app 因为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App全部都一样 那这我觉得 对Android 对IOS 对Web 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要多一点的 多元化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看Google 这边没有任何的一个想法 说哪个是比较优的一个做法 好 谢谢 先来说这位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做VR的一个开发 然后我是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框架未来 有没有能在那个 Daydream上平台的拓展的可能 你现在有用 有玩过Daydream吗 对 有玩过 有玩过 对 我觉得现在对于新平台 VR也好 或者一些比较assistant 但是对于新的平台的交互体验 我觉得MateraSign这个框架还是很早期 很早期 就是没有一个很全面的想法 我怎么说吧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你点它 它有反馈 它有强烈颜色对比 它是一层层的表面 前面的就比较重要 这些还是存在的 但是设计到当你去真的体验里面 到底大家或是怎样呢 这里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或者是一个一套guide lines 方针出来是没有的 对所以这方面我们就看 因为我们现在产品出来了 这方面肯定之后也会再推 我觉得可以拭目以待 现在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 谢谢您 你好 我想问一个跟开发有关的东西 就是我不知道在处理点击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规则 就是那个水波纹效果吗 因为在IoLT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一般在开发的时候 会自己去想 就是在某些button上 加一些水波纹效果 但是我很困惑的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去滥用这个东西 因为有一些button 它是比较大 就是假如我们点这个button 它是效果可以看到的 但是比如一些比较小的button 就哪怕你加了水波纹效果 它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水波纹效果 我们在什么场景下会使用到它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水波纹实践的代码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在那个xml里面 加一个那个background等一个属性 对吧 但是比如说 就是我不想让它 那个点击效果是一个正方形 讲讲是一个圆形 它必须有一个API的限制 对吧 就是我想知道 就是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我们打破这个API的限制 比如在那个menu 就是在那个toolbar上 我们自己实现一些图标 然后加一些点击效果 让它可以是一个圆形扩散 而不是一个正方形扩散 这两个问题 行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比较小的button 那反正看不了 是不是有什么要做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这么想 对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 有没有什么标准 说我们点击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加一些 水波的效果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标准是 凡是用户可以与这个API做交互的 就应该放反馈 放prefeedback 是一个联谊也好 或者是一些动画东西也好 都就拥有一点点 其实原因不只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用户 他怎么样觉得你API是快还是慢呢 其实有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你的API是真的快还是真的慢 这你要自己去开发去做 第二就是用户觉得你API快还是慢 他觉得呢 其实有一些lab 如果你点它 你可以直接给他一个 一个一切反馈的话呢 用户就直接觉得你API快 其实iOS 7还是6 就是用这个技巧 我点它立刻就有一个动画出来嘛 用户觉得它加快 其实它未必真的有加快 在CPU上 但是它这个互动就使用户结合 所以我觉得是每一个用户与这个button 有交互的都应该要加 就再做这些替代 第二个问题是 扩散 中央用扩散 对 是不是 Ripple在一些东西用不了吗 因为Ripple在API 21以下是用不了的 所以这是知道 因为一个框架是不支持 所以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 如果你是在API 21以下的话呢 那你顶多只能是整个扭变色 而不能是有一个Ripple出来 这是知道的 因为我看就是在API 21以下 就是你那个manu 如果用系统那个manu bar的话 你点那些图标它是一个原型扩散 然后自己实现实现不了 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讨论吧 大家很低调 我就之后我们再讲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您好 我有问一下 一个跟交互有关的问题 就是大家重的重视 就是安卓在推出Motiv Design的时候 它是使用一个侧面栏抽屉的一个交互方式 作为主导航 然后也就是在今年 我们重新可以看到 我们又推出了一种底部栏的一个交互方式 我记得在最早期的时候 郭伯给出的解释 可能底部栏可能会跟系统的一个导航 有一定冲突 那么我们现在又 这个导航方式又回来了 然后Google给出的考虑是什么呢 这个9000有同样的问题吗 应该都有吧 很多点都 对 那其实你说的没错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只有两个导航的方式 左抽屉还有top tabs 现在加了一个bottom navigation bar 那其实考量的地方就有好几个 第一就是用户 Tab是可以滑动 这个没错 但是有些用户他真的想去点 他就想点了 他手指已经在那 那为什么不让用户也有这个想法呢 那说实在的 Rentary Design的团队 一直在收听用户的反馈 还有开发者的反馈 那这反馈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他做的东西是 基于用户和开发者的一些诉求 所以就把它的东西找出来 那可能下个问题是 那他这个bottom navigation bar 跟其他两个档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吧 什么时候用其他的呢 我觉得现在bottom navigation呢 很多时候用的时候就是很 他里面的东西是没有一定的 关系的存在 比如说有一些是me 我现在在国内的一些APP 就已经做到这个效果了 比如说是一个me 去discover 让我一些chats 这几个都直接没什么关系啊 他就直接不放在bottom navigation 是ok的 但是比如说放在top tabs呢 就是比如说 今天 明天 后天 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吧 直接放在top tabs是make sense的 所以这分别的存在 也可以这么说 现在有了bottom navigation bar呢 其实它有在某程度上 是直接替换的左抽屉 左抽屉也有同样的一个导航的一个想法 跟bottom navigation ok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抛除用户方面的考虑 是否我在早期的设计的时候 这个跟苹果的区分上 还有说是不是有一点专利方面的一些原因 造成这样的差别 专利方面啊 对 这个东西 在设计吗 是的 这我不好说 我也怕说错话 专利方面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